同性戀者在公廁內交頻結有成為城中的熱門話題 我們將會深入採訪過鐘原因 潮流輕偷窺 就算在自己家都可能成為被偷窺的對象 偷窺黑點大披露 各位女士 小心 小心 她古典優雅 雍容華貴 還擁有只有兩支牙籤這麼幼的身形 全世界最扎身的手錶手似於螢光幕亮相 裝胸作勢原來很講巧妙 胸部美容化妝三部曲 由專人示範講解 對… 乾杯 你好, 放縱十點半又和大家見面了 大家猜不猜到我們今晚有什麼形式 和大家見面了 對…我們又穿了這麼聰明的牛仔衣服 還在這麼放縱的環境之下 和大家喝喝說說說 所以我們今晚的主題當然是 牛仔… 好, 放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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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裝的潮流不斷地改變 但是牛仔衣服在時裝的潮流 似乎長期押納不倒 不僅押納不倒 它更有可能以更新的款式卷土 從來成為一個潮流的新廠 衣服大家穿得多 但是它的歷史就不太多人知道 不知道, 不如說一點給大家知道 在1850年 美國的西部掀起了一片的淘金熱潮 而當時原籍德國的Levi Stress 也加入了這個熱潮之中 不過當他看到一大群人 都去找金礦的時候 他就突然轉態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打算穩打穩紮地去賺錢 所以就開了一間專賣日用品的店 對, 不過當時那些礦工 所穿的褲子全都是用棉布做的 所以很容易磨爛 於是又被他凌機一觸 打算用帆布來做褲子 誰不知結果就是買到一條也沒得剩 後來經過改內容之後 扣扭五袋直腳褲 就成為了牛仔褲始創的款式 是呀, 不說你們不知道 是1926年 第一條有拉鍊的牛仔褲 才正式練世的 但是說到牛仔褲真正流行的年代 就應該由四十年代開始說起 因為當時的Blue Jeans 就已經由工作服變為便服 還在歐洲和美洲一帶流行起來 是呀, 到了五十年代 荷里活的電影世界裡 牛仔褲就代表了性和反叛 於是乎 衣服就成為了突破傳統 衝破界限的次文化象徵 不再是工作服那麼簡單 像貓王在Jell House Rock裡面的 監犯牛仔衣 和James Dean在亞非正傳 還有馬倫伯蘭道在Dewire One 同時都是穿上牛仔衣服 即是風魔了不少的男男女女 在六零年代 折腳和扎身牛仔褲興起 剛剛那時就是性格的年代 Sat Revolution 接著又有反封建制度浪潮 這副Jeans的草根形象 就深受到稀皮疙瘦所外戴了 是呀, 到了七零年代 對, 闊腳、大喇叭、大行其道 再加上繡花、家釘、畫圖案 所以牛仔褲就成為有品味的時裝 再加上當時很流行的Disco Viva 所以當時真是一時無兩 是呀, 到了八十年代的初期 那時候就是一些貼身蘿蔔褲 再加上一些設計師牌子褲的天下 到了八十年代的後期 因為再次掀起了一片復古的熱潮 於是一人一條Original Jeans 也就是工人制服的款式 好了, 歷史就說完了 是時候介紹大家最關心的現代潮流 為甚麼?只是說話而已 當然不是, 是有真人表演的 我們今天請了一位漂亮的模特兒 跟我們示範一下 九零年代是懷舊的年代 而第一條扣樓五袋的 傳統滴腳的牛仔褲就最受歡迎了 工人褲也很有吸引力的 而且又能夠表現出復古情懷 除了傳統的直腳褲款之外 就能夠是雜腳切身的牛仔褲了 占材有這麼多變化 款式自然要加以配合 有石洗、石磨、還有蘿蔔褲 要標戰一點 又可以整一千多個洞 再不然可以考慮最新出的 鑽石牛仔褲 讓我們來自然 我們來自然 從而來自然 我們來自然 真多的 我們來自然 從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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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來自然 從而去 所以 你 玩完測定和設計後 輪到顏色方面打主意 給大家一個提示 尼連的牛仔褲會加入很多色彩 最近一名政府的高官涉及一宗同性戀的新聞 據報道指出 該名染有龍陽之癖的高官 半年前就在某公廁裡結識了一名同志 展開了關係 不過那個同志後來知道了高官的身份之後 就向他敲詐勒索 事主唯有報警 於是這個案件一時成為了城中結滿的話題 或者大家會覺得奇怪 怎麼公廁都可以結識到朋友呢 是呀, 因為根據這個男同性戀者圈中人表示 這些公廁已經不成文 成為了他們結交朋友的交儀所 而他們稱這種活動就叫釣魚 而這種交儀公廁就叫魚塘 而歷史比較悠久的就有灣仔鵝頸橋的公廁 還有油麻地榕樹頭的公廁 不僅僅, 因為根據情報顯示 其實全港狗新界各地都有這種廁所 可能隨時有一個就在你家附近的 不信的話我們一起看看 全港男同性戀者交儀公廁大披露 廣島區方面包括有中環雪廠街公廁 灣仔鵝頸橋公廁 而九龍區方面就包括有油麻地榕樹頭公廁 深水埔青山道公廁 牛頭角定庫街公廁 新界區方面就有大圍近車公廁道的公廁 這些交儀公廁真是遍佈各地 幾乎一定有一間在左近 但是又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可以吸引到同性戀者在交儀呢? 其實這些公廁就沒甚麼特別的 這些公廁就跟普通的公廁一樣 只不過最初由一小撮的同性戀者聚腳 誰不知一傳十, 十傳爆 全傳下就成為了他們在圈中交儀的地方 但是街坊又知不知道這些公廁 會是同性戀者的交儀站嗎? 叔叔, 我想問你幾句 你知不知道這個公廁 是同性戀者經常出沒的地方嗎? 是嗎?不是吧 哥哥, 想問你兩句 你知不知道這個公廁是同性戀者 經常出沒的地方嗎? 我聽過, 那次我站在街上 就突然有個人走過來站在我身邊 看著我, 看不應該看那個地方 然後我不展示他, 他就走了 我們為了更加了解這個交儀公廁的 交儀情況 所以我們特別訪問了一位知情人士, Roger 對了, Roger, 那這些交儀公廁 通常最活躍的時間是多少點左右? 大多數是下班之後的時間開始 由六點多至晚上九點多都有的 假期的那時候的時間都有的 那真是是快樂時間 進入公廁之後呢, 你怎麼展開交儀呢? 如果你來慣的話, 都認得哪些人在打燈的 如果三年了的話, 就會看著他 看著他幾點就知道是軟還是直的 甚麼是軟還是直的? 這就是直的, 直的就是不是直的意思 其實你們是怎麼判斷對方是否是直的呢? 一天問他幾點鐘 再不然就直接問他做不做朋友 真的很直接 那如果大家有意思的話呢 那接下來又會怎麼樣呢? 就是去附近的別墅或者酒店開放 有些還會回家 有些會在公廁裡面受地解決的 這樣也行嗎? 那其實這些交儀活動呢 有沒有牽涉到金錢那方面的錢呢? 有兩種的 一種就是純粹結識朋友 在你情愛的情況之下進行 另一種就是出來做的, 在這裡找客人 那他們通常收費是多少錢呢? 幾百元至千多元都有的 其實除了剛才我們所說的一些公廁之外呢 有些公眾場所都是藍同性戀的交儀地方 沒錯, 這些地方就包括了是 藍貴方某些酒吧和disco 一些開設於雙住樓宇裡面的桑拿浴室 這些浴室估計有六至七間 位於佐敦、尖東和中環的 另外一些比較多外籍人士會員的健身室 也是交儀的熱門地方 自從1991年, 同性戀已經被視為非營事化 只要你是年滿21歲, 在雙方同意之下 以及在私底下進行同性戀的行為 已經不再被視為違法 對, 其實香港也有幾個同性戀的組織 是專為他們爭取他們應有的權益 以及鼓吹一些健康的活動 沒錯, 其實每個人選擇自己的伴侶 都有個人的權利 只不過在選擇伴侶的方法 會不會引起一些不良的後果呢? 這件事就要留給大家 自己小心去衡量一下 李雪敏, 你拿著褲子望遠鏡 和人偷窺? 錯, 剛剛相反 我是看有沒有人偷窺 偷窺? 那看到什麼? 很多人看著我們 不是, 人家看電視而已 怎麼算是偷窺? 不說你不知道 有個心理學專家說 看電視和偷窺的心態是有關的 對, 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人們這麼喜歡偷窺 是不是比較刺激? 這個問題就留給心理學專家解釋 至於我知道女士們最關心的 就是怎麼防止被人偷窺? 在十一月中, 不過百福花園 就足為一名偷窺者 居民就希望有關當局 能夠盡快拆除大廈外面的彭簡 以免再有同類的事情發生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男人這麼變態 這麼喜歡偷窺 據心理學家所說 其實偷窺的心態 就不是只有男性才有的 就連女性也有的 甚至乎你看一些三級的錄影帶 或者是三級的雜誌 都是滿足一些偷窺者的心態的一種 是人類的一種好奇心 對就是 三級片裡面的就是你情我願 但是妝容那些就賤格很多了 對, 所以在這裡奉勸各位男女老友 小心被人偷窺 尤其是以下的偷窺黑點 偷窺黑點一, 安置區公廁 這類公廁通常男女廁只有一場之隔 很多偷窺狂都在這裡活動 偷窺黑點二, 低層住宅單位 現在很多大廈都倒進去 在旁邊行人路經過 都清楚看到屋裡面的人一舉一動 偷窺黑點三, 行車天橋附近的 住宅單位 這類天橋平時車來車往 沒有人會想到有人望 其實如果他把車停下來 屋裡面的人的活動就一清而楚了 其實住這些單位都挺害怕的 一放夜放, 還要提防被人偷窺 對, 但是如果怕被人偷窺 只要一拉窗簾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隔壁屋住了一個被偷窺狂 那就更麻煩了 有被偷窺狂嗎? 是呀 我認識一位叫梁太太的女士 她投訴她先生整天無故白事 半夜起床去廁所 整個小時都不出來 原來她家裡的設計 就是廁所對廁所 對面屋那位單身女士通常很晚 一回家就洗澡 起碼也洗一個小時 有時候還不記得關窗 那梁太太太就很擔心 長此以往會影響她先生的健康 又怕她會做出更加變態的行為 其實這位梁太太可以試試我的方法 既然不可以干涉他人 倒不如把自己的窺封了 以後就一了八了 那就是 但是如果那個偷窺者 再從廁的窗口那裡看進去 那就一樣, 防不勝防 尤其是當他們配備了偷窺秘密武器 這種紅外線望遠鏡 黑爺都看得很清楚 價錢就由二千多元到萬多元都有 香港又沒有漲打 人們花過幾千元買的軍用品 我想必定是耐有乾坤的 是吧? 真的可能有部分人買來作偷窺用的 我現在手上就有一個基本型號 馬上試給大家看看 好… 現在已經弄好了 你試試看在對面那裡 好… 你挺有趣的 是啊, 不過小心 偷窺得多 很容易患上這個傷屍病的 會嗎? 會的 不想看文仔的遭遇 是吧 我很想念以前住在我家旁邊的那個女孩 雖然我不知道你叫甚麼名字 不過三年來 我們在電梯遇過兩次 都留給我很深刻的印象 自從你搬進來之後 我就很留意你了 我很留意你的生活 比喻我知道你跟那個男孩同居 後來經常吵架 又不是太開心 分開了 你又變回自己家住 我覺得你很灑脫 雖然你的年紀可能比我大 不過我希望你知道 每當你寂寞的時候 都是我掛著你的 是 依我說這個女孩十成十 是怕了這個變態老人才搬走 真是不可憐那些文仔 是啊, 其實無論如何 如果不想惹上這些麻煩 最好是自己小心點 關好窗戀她 我們平時有這麼多機會 可以讓人家偷窺到的 不過不怕, 我們現在是酒吧 我想應該沒甚麼事發生的 雖然我們來酒吧的目的 就是為了喝酒 但是很多人就醉翁之意, 不在酒 那就要看看你去哪一類型的酒吧 因為通常普通的酒吧 甚麼酒都可以賣 但是以下我們要介紹的酒吧 只有兩種酒買 所以去那裡的人光顧的 都是為了喝酒 哪兩種酒這麼矜貴呢? 我和清清去過了 讓我們帶你去看看 Eric, 你又說帶我們來中環市酒 為什麼來了這裡? 你是不是走錯路 我們不是應該去蘭桂坊嗎? 對, 帶我們來這裡 是不是想進行不道德交易? 交易就是交易 不然是葡萄酒的交易 跟我來吧 再見 這間酒吧真是不少東西 擺滿各式各樣的葡萄酒 是啊, 聽說它的總數 超過五百多種不同的款式 世界各地的酒都有 甚至中國的東西都有 是啊, 我還聽這裡的老闆所說 這裡的酒庫 藏酒量有六千多瓶 價值真是難以估計 這間酒吧的藏酒量 不僅是全港數一數二 還是全球有名 今年由國際著名的葡萄酒雜誌 Wines Potato 就頒發了一個 Best of a World of Excellence的獎項 哇, 這裡的氣氛真是好 有白酒, 紅酒, 還有香檳 但Eric, 其實什麼食物 應該配什麼酒呢? 如果歐洲的習慣 一般說白肉配白酒 紅肉配紅酒 至於香檳酒就叫做白搭 吃什麼都對 其實我們經常聽說 吃白肉最好喝白酒 是啊 海鮮是不是也應該喝白酒 海鮮應該是喝白酒 不過有一點例外 例如龍蝦 龍蝦其實在歐洲人的心目中 當它是紅肉 是嗎? 這麼有趣 原來是這樣的 我個人比較喜歡喝紅酒 但如果我叫白肉的時候 喝紅酒 會不會被人笑的? 那就不會 因為你自己喜歡喝什麼酒 自己有口味問題 實際上好像歐洲南部 那些人根本就不喜歡喝白酒 所以每道菜都用紅酒來配 所以你喜歡喝紅酒 其實是會喝的 是啊 是啊 好酒當然要配合好杯 那怎樣配合才會比較適合呢 例如香檳 但香檳有很多氣泡 在歐洲人的心目中 那些氣泡是比較矜貴的 以前用一些很扁身的香檳杯 但現在已經改良了 用一些比較紮身不甘香型的杯 來喝香檳 因為主要目的是讓酒液 和空氣中的氧化過程減慢了 就不會令氣泡消失得太快 至於白酒 因為酒性比較簡單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酒杯 比較大一點 而紅酒很講究香氛的味道 它在氧化過程中的香味出現 所以用一個比較窄口 而肚子大一點的杯 它的目的就是混著那些香的味道 就不容易散失 所以通常用紅酒杯、白酒杯 和香檳杯的分別都是這裡 這裡的酒有便宜有貴貨 平均就由百多元到萬多元都有 如果一瓶喝不完 一杯叫都非常經濟 三十多元就有了 這裡除了可以吃美酒佳牛之外 還有一些極有藝術價值的酒瓶 就像這套酒瓶一樣 好,裡面就有一隻玻璃帆船在這裡 而這套酒瓶就是以水果為題 好像這個蘋果酒瓶裡面的蘋果酒 而這瓶當然是雪梨酒 好 葡萄酒真的有香又甜 我遲早一定會愛上它 但我每天來喝都不少東西,Eric 對,不過如果你可以參加他們的酒會 也不同 是 因為參加了酒會之後 不單是喝酒便宜一點 就有很多機會參觀各地的著名酒員 到時怎麼喝就可以了 這麼有便宜的東西 真是有得想,有得想 讓我吃一口 對,吃一口吧 對 好,謝謝 我最心就是等人 你不需要亂去 你不需要何時來 4mm 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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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階級戴鑽石錶 而優皮一族戴古董錶 手錶不僅可以用來看時間 而且是身份的象徵 不知道三十年代的貴族 有時興戴甚麼錶呢? 我當然不知道, 不如請一位專家 三十年代的手錶 已經在世界上十大名錶廠成立了 現在我介紹特別的 就是現在最有歷史上的價值的手錶 給各位觀眾認識 現在這隻手錶的形狀 就是三十年代的時候 這個法國的名詩是為皇室上 現在的英女皇在世 她少女時代的時間 就是背戴這種形狀的手錶 現在這三十年代的手錶 俗稱是Penva 現在很多流行的飾物、少女 都對這隻手錶非常愛慕 同時那個價值的藝術 到現在都是很高的評價 當時的歐洲貴族就流行戴Penva錶 不知道除了Penva之外 還有哪一類型都是最時流行的呢? 其實當時流行的錶都相當多 不過其中剛才介紹給觀眾認識的 就是那隻給英女皇少女時代的 其實當時的名錶有很多 我特別今天介紹這隻 這隻就是其中之一隻 這個錶是出廠1930年那段時間的 這個錶之中的特色是 是兩個技師來配合而成的 一個就是英文字母排A字的 一個就是P字的 這個錶是全名的 兩個合夥人在歐洲設廠的時間 就是兩個聯名去做這個錶廠 當時這個錶廠是1805年開始的 那段時間就設廠在雷巴蘇的小鎮 直到後期他搬去瑞士 差了五年的時間就成立了一個大廠 他這個廠的全名叫Oderne Maspigato 大家看看我這隻精緻的手壓型錶 這個錶呢, 真是只有三支牙籤這麼寬闊 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 給這隻更小的手壓型錶介紹給大家 當然有, 在這個時間上 三十年代的製錶事業 已經達到那段時間很高峰 剛才我介紹了三支牙籤的手錶之外 其中這一款的手錶是值得介紹給觀眾 這個技師是這間廠 在設立十八世紀的時代 專門為皇室上的成員 製造這個設計的藝術的精品 供應給皇室御用的飾物 這個手錶之中, 特色之中 是用純的拼高十八克製成的 佔的程度是兩支牙籤的, 闊度 可以說到目前在世界上 是很藝術的結精品 不僅有古典味, 而且很有女人味 我記得以前有一句說話 就說明劍陣名將 我想現在應該說明標陣名將才對 不信, 下個星期千萬別錯過了 一人有一個夢想 如果每人都給你們一個浪漫的夢想 你們希望夢想裡頭會有些甚麼 浪漫當然是玫瑰花、一枝香檳 還有一個白馬王子 我就要一顆鑽石戒指 一個跑車,還有高大威慢的男生 好,一個夢想,先等一等 我就會要碗碗碟碟,茶杯,沙坡餐餐 還有一個神秘人 你的夢想這麼古怪 不是夢想,是現實 故事的發生就是這樣的 新居入伙,想起要買這麼多家居用品就麻煩了 不如試一下朋友介紹那間 咦,是這裡了 為甚麼好像有人跟著我這樣 難道是錯過? 真的沒有,不管了,又去看看有甚麼買 外面就以歐洲式設計 而裏面都一樣有特色 沒有遮,沒有染 連工作人員都沒有一個 兒子這個 continuer ivilli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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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uhuuu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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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Expresssoch 也充滿家居感覺 不跟一般店鋪的陳列擺設 多特別 雖然價錢不便宜 小小的都要一百元 大小的還要幾百元 甚至過千元 不過全部都是來自法國和美國 都算物有所值 沒有人? 莫非不夠睡覺所以產生幻覺? 算了, 購物要緊 聖誕節到 又是時候大出血 鬼咩 這輪為了搬屋的東西煩到死 還沒空想送禮 不如送楊竹 這裡這麼多款古靈精怪的設計 送給他們和情人撐桌腳就最適合 這層就看得七七八八了 挺適合我心水 看看上面還有甚麼 原來上面主要是賣浴室和廚房用品的 設計和下面都一樣舒服 有很多款圍製 有很多款圍製 看看自己 這件不錯 這件還不錯 這件還不錯 有很多款圍製 小姐, 你在走嗎 你跟我一天想怎樣 送給你 你問剛才我選的東西 但我不認識你 我剛才認錯了 你是我一個很久沒見的朋友 沒關係, 已經買了 送給你 你有沒有空 不如我們找個地方坐下 喝杯咖啡慢慢聊 對不起, 我趕時間了 不過我也很感謝你 近年來, 香港興起一股健康的熱潮 很多女士對於演藝界中 擁有健美胸部的女聲 吹之若無, 甚至乎又愛又恨 希望自己可以急起直追 擁有一副 既可以自豪 又可以令人羨慕的身段 身材好真是天生 謝謝… 恨都恨不到 客氣了 其實這句話跟你說得對 不過身材不好的女士們 也不用灰心 只要努力做一些後天的補救 就可以了 正所謂三分人才 就靠七分打扮 你不是說做手術 不要, 很傷的 還有後遺症 當然不是, 因為現在時代進步 所以不用做手術 因為我們以下要介紹 一種胸部美容用品 非常有用 就是用矽膠製造的胸墊 矽膠, 是不是龍胸用的那種? 對, 因為矽膠的質感、重量和體溫 跟人體的肌肉很相似 所以用了它之後就不用做手術 而且非常簡單 只要放在胸圍的內袋裡 然後配戴上就可以了 我聽說這種矽膠 很多女明星都會用的 帶我去買吧 你哪用 不過現在這種矽膠的胸墊 都非常普及的 通常在美容店裡都可以買得到 那效果又如何? 這件事大家不妨看看 為我們示範那位漂亮的模特兒 使用矽膠造型胸墊之前 Tammy的身材是32A 在使用胸墊之後 Tammy的身材看起來起碼有34B 而且很自然 一點也看不出有破綻 這種造型胸墊很奇妙 奇妙 有一種胸圍更奇妙 就是可以幫你加大兩個尺寸的 奇妙胸圍 奇妙胸圍? 看起來跟一般的沒有什麼不同 你看真點 其實它有很多特別的設計 首先就是由42件不同的配件組成 比普通的胸圍多一倍有多 對,它旁邊兩塊翼 比普通的又大塊很多 對,它的作用就是 保持一個最佳的角度 胸圍的兩邊還有兩條泥龍骨來托著 這種胸圍的扣又似乎特別多 對,在背面會有四個扣 可以調節 以便調到一個最理想的形狀 還有,胸圍的裡面還有暗格 這樣就可以加墊 而有沒有需要用就脫掉了 對 靠真材實料變化就認真不錯 尤其是出著一些隆重的場合 對女士本身的自信也是增加不少 對,不過這樣 某單需好都要綠葉扶持 所以其實胸部皮膚都需要美容化妝一下 對,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請了美容師Fanny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看看需要留意什麼 謝謝你,Fanny 對,Fanny 其實胸部的美容化妝是有什麼巧妙的 其實很簡單 主要我們可以改善和修飾它的胸部 就可以覺得它明顯是豐滿了 那化妝方法是從哪裡開始呢 是不是晚妝以外的有肉的部分 就可以開始化 對,就是有肉的部分就可以開始化 那是怎樣化法的呢 首先我們替它塗了乾影 讓它的胸部覺得飽滿一點 之後我們那個…譬如有一個凹凸感的位置 我們可以用它的陰影 讓它的凹凸感是鮮明一點的 效果做出來會很漂亮 對,現在都看到有一點凹凸的感覺了 對了,我知道有很多人的膚色都不同 那是不是不同的膚色 都是一樣是這樣的化法的呢 不同的,如果你的膚色比較不同 我們用的粉也是跟著近似的膚色才平均 但是一樣是打光影和陰影的效果 對… 取得的效果 對了,你剛剛教我們 就是胸部比較平坦的 但是化出來看起來比較豐滿 但是如果有些人是過分豐滿的時候 我們又如何化化才會看起來比較小 如果它想說比較小 我們可以用那個陰影 深色的那個可以打多一點 那效果做出來就會比較小 乾影就不用太多 是嗎? 不是…通常我們想大一點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放陰影在中間的時候 就會覺得大一點嗎? 因為越深的地方 譬如我們輪廓也是的 想收的那些就可以打多一點陰影 原來是這樣的 對,有些女士們的胸部 就會長得比較距離遠一點 就是中間比較開了 那我們又用什麼方法來化妝呢? 比較… 就是視覺上覺得它會比較黏一點呢? 那個位置呢 譬如我們那個胸部中間的位置 我們可以放多一點乾影 再後來放陰影就要多一點 效果就會比較黏一點 效果就會令到胸部漂亮很多 原來是這樣的 對,那我想問一下你除了化妝之外 或者有時候我們穿的晚裝 穿哪一類型的款式呢? 會覺得我們的胸部比較豐滿一點呢? 我認為穿黑色比較 是拍得胸部豐滿很多 是嗎? 為什麼呢? 黑色不是看起來會覺得小一點嗎? 其實如果黑色和膚色比較 是強烈對比的 效果是做出來漂亮很多的 原來是這樣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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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完成了 看看效果是怎樣的 我們看看之前和之後的比較 右邊經過化妝的胸部 果然是豐滿了很多 這次帶大家看的是 全亞洲最大型的藝術博覽會 而這件是展品中最大件的 名為Monican Man 1 plus 1 plus 1 它高21呎,重是2340磅 除了有這麼大型的作品之外 還有18至20世紀 和當代大師級的藝術家作品 例如巴龍、筆薩諾 還有《筆加索》是1956年的作品 坐在安樂以上的側面女人 統統都是真藏品 對呀,展覽集合了15個國家 100間非星國際頂尖級畫廊的收藏品 展品總值超過4億美元 要分成97個場館展出 陣容非常龐大的 就是因為多東西看夠精彩 在展覽會節會舉行第二屆 叫做Encore 也讓發燒友一解雙屍之苦 他們真是有福 除了可以看到西方的高根 羅丹、米羅、范高、亨利摩爾 馬提斯,還有屈狐狸等等 還有丁洪泉 吳冠中這班知名華裔藝術家作品 對那些藝術愛好者可謂大開方便之門 但不知道對那些賊仔怎麼看呢 你知道四億美元 不斷偷一件半件 下半世都不用休 你說笑好了 這次的展品這麼名貴 負責的機構都不知道多緊張 保安人員除了要賀槍實彈之外 也要掛上證件提防假冒 我知道 他們還會輪流24小時在這裡把授 無論小偷大到想落手 所以這樣,每間畫樓為求了穩陣 都要買重保險 另外安排一群便衣物警在這裡 嘻嘻按轉,讓你們防不勝防 所以,奉勸大家欣賞一下珍藏就好了 千萬別在他們那裡打主意 原來看看剛才的藝術品和名畫 不覺不覺加起來都要四億美元 真是不惹小 分別在這裡 一件普通的工藝品 價錢當然是普通一點 很多人可以買得起 但稱得上是藝術品的話 當然是價值不菲 你稱得上狂花,你也不惹小 謝謝你 你們別說這些事 因為說說不覺 我們的放縱派對又開完 聽說我們下個星期 會以表現我們動感的運動服裝 和大家見面 是不是真的看肉 對… 各位觀眾 如果你們下個星期想看他的肉 請記住 方中十點半,再見 拜拜 拜拜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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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